那時候那個樣子 所以有點chubby chubby嘛 胖胖的 所以我其實女人很糟 永遠是收到好人卡那種 就是我跟女生再好 女生跟我說你真的是好朋友 但我喜歡的是她 這種的 就像姐妹淘 對啊就是要跟她告白 告白到我一接近的女生 那女生就說 就走掉 所以我其實我對自己是很沒自信的 那是減肥嗎 然後後來因為是 胖的那時候 那陣子剛好認識我初戀的女朋友 但是她在加拿大念書 OK 所以剛好她看的都老外嘛 剛也不覺得胖胖是怎麼樣 她覺得可愛 那她就在一起之後 她就回加拿大了 那在高一升高二那個暑假 我的轉變非常大 就不知道為什麼 長高了 大高的大概8公分 OK 所以就瘦下來了 然後那時候剛好也升高二嘛 有學妹進來了 然後就我一個朋友 其實我們那時候高中有 六七個很好的男生 然後就大家稱是兄弟 我們也是社團啊 黑色衛色團 OK 然後她就追到一個女生 然後追到一個女生之後呢 有一天我們大家 比如在聚會的時候 要到一個朋友家 然後她就打給她女朋友說 誒我現在跟我兄弟們在一起啊 你要不要跟我兄弟們 每個人講講話 對 就講講講講 誒大家開玩笑 講到最後 講到我這邊的時候 那女兒就說 阿丹 你現在不要講話 我說啊 她說 我跟你講 其實我跟她在一起 是為了要接近你 其實我喜歡的是你 我說哎呀不要開玩笑 她說你不要笑 我說 哦 她叫我靜靜聽 她就跟我告白 講完之後 我還覺得不以為意 她說 這樣不行啊 因為她也不是我喜歡的心 那也是我女朋友的 不是男朋友的女朋友 對 男生沒有女朋友 你整個慌了 你好亂 兄弟的 兄弟的女友 對 然後後來就有一次大家聚會嘛 然後剛好 就是 長桌子坐 然後剛好那女生坐我對面 她不會在下面 摳你腳之類的 哎呦 正好答對了 BGO 真的假的 沒有 重點就是她坐我對面 然後學生頭不是蓋下來 會 她男朋友坐這邊 對 就直接看不到她在看我眼神 就一直在用眼神跟我講話 嘴心跟我講話 然後腳在踢我 那我就不對啦 那我要走了 我跟朋友說 那我先走了 還要回家 我就拜拜 結果我一走出去 她也跟人家說要走了 然後到比如說 東區泡泡王財門 她就跟我說 欸 她同領樓下見 我說 哦 好 然後就 好 對 因為我是以為她跟我講什麼話嘛 但我就 那時候還很OK 我說沒關係 結果這張歌 還有點刻意 繞一圈 一個從頂瓜瓜那邊 一個從東站那邊 然後同領樓下 她跟我說 欸 我有兩張MTV招待券 我們去看好不好 就拿出來 哦 真的特化得很清楚 閃亮的MTV招待券 你知道那種窮學生沒錢嗎 然後就陪她去看一下 你不是出於窮學生沒錢這個出發 MTV MTV約會的好地方 對 就 後來就去看了MTV 然後就覺得說 欸 看什麼片子應該完全沒有印象 對 很有印象 因為我們很專心的在看啊 真的 對 只是就手有小手 牽在一起啊 靠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她很主動 她過來抓我的手 等一等 你不是說你們到同領前面見面 只是說你好奇她有什麼話要告訴你嗎 對 你怎麼會演變 你不是說你不是說你 出於我本身一個對電影從業人員的一個熱愛 希望去多了解一些西洋片的一些內容 所以男生抗拒不了主動的女生 對 那個時候 因為其實重點是我那時候之前是 我很沒自信的嘛 所以只要有人喜歡我 我就覺得說 就是一個這樣她完全是無法這樣 對我不知道女人突然變這麼好 而且高中男生就是 你知道腦子裡就是 對 沒有 沒有 興趣 所以你到了MTV裡面就跟她握手 投靠她 沒有啊就是 對啊可能你有親一下子啊就是這樣啊 那時候等一下 那時候你腦中都沒有去想到你 我朋友的臉是不是 對 我想說那個時候道德就先放一邊嘛 背叛這首歌從那首開始就是這樣子吧 所以但是我必須要先講就是 因為那時候後來在學校有整個鬧得滿城風雲 因為我這是很不對的事 怎麼會被人家知道了 因為就是 學妹啊 那可能在學校有時候會傳傳情書啊 那時候純純的愛嘛 有時候可能放學會故意走一起啊 那就很多開始猜測 然後包括我同班同學 包括我們一幫的兄弟都會覺得說 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 然後就傳來傳去啊 那我突然女人緣變很好 男生們又會很嫉妒 因為可能 我在某方面很有私意 你都沒有跟你的兄弟坦誠這件事情 後來有一次是真的事情爆發了 為什麼你們有穩 你們在學校有穩 沒有因為 OK 對不起 因為我這時候跟那個學妹在一起 偷把兄弟女友懂床事發 阿蛋會如何面對手足自有呢 而除了劈腿好有馬 則操弄社團大學外 明星的高中生活 到底還有哪些荒誕搞笑的行徑呢